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6月28日 星期五欢迎来到财经能言 这几天可以说 整个社交的媒体和中国的官媒 都被苏州刺杀日本人这个事件给占领了 所以很多朋友就淡忘了其他的一些事情 那么在这个事件的背后 可以说有一个法律是悄悄的通过了 但是这个法律它的影响绝不亚于苏州的这个事件 而且它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深远 因为这意味着习近平这个总加速师 他倒车速度又加速了很多 而且是一步倒退了几十年 我们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法律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会议 6月28日是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自2025年5月1日起实施 那么按照官方媒体的通告 他是这样说的 本法所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视着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 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区域性的经济组织 包括乡镇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阻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这是他的三个层次 这个通告里说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明确的规定 国家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国家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土地人才 以及产业政策扶持措施 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壮大 从这个通告来听起来 好像是四平八稳 对农村对农民 对集体经济组织里面的成员都是有利的 一般的人是看不出什么端倪的 但是你认真去看他的整个法律 认真去看他现在出台的一个背景 你就能发现了 这是一步大幅度倒退的一个法律 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的农村也不存在什么集体经济组织 基本上都是全部是属于国有的 自从人民公社化将土地收归国有之后 所有的城市的农村的土地 全部都是国家所有 不分什么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区别 那么在中国的经济再搞不下去 到毛泽东死的时候 中国经济快要崩盘了 然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是通过了开始对农村集体改革的一个决议 那么这样一来了农村开始以安徽凤阳县小杠村 这样一个蓝本来开始进行改革 就是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 那么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 他无法解决这个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问题 如果是农民自主经营土地的话 那么这个土地到底是农民所有的 还是说国家所有的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割开来 使用权是给了农民 让他自主经营决定种什么东西 自己可以收获这个土地上的庄稼 然后自己可以到市场上去卖 这是土地的使用权 而土地的所有权呢 也没有放到国家 就放到集体里面去 让村镇来行使土地的所有权 这样一个职能 所以那个时候了 叫农村集体经济 就是土地是集体所有的 但是农民有使用权 你可以自己耕种 可以自己获得上面的收成进行变卖 但是1978年那个时候 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起点时候 在那个时候 他不可能出台一部法律 去强调这个土地的集体性质 所以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中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他虽然默认这个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 但是他没有用法律来把它定性 但是现在看看 习近平在2024年 现在出台了这样一部法律 强调这个土地的所有权的属性是属于集体的 不是你农民个人的 而且将什么样的人员属于集体经济的成员 都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根据他的这种界定 比如说现在在城市里面很多工作的人员 就算你在城市里面买房了 有城市的户口 他如果想把你划入农村集体经济的成员 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样一来 城市里面的很多人 如果追溯的话 都可以说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成员 所以大家看看这个法律背后 其实隐藏的东西还是蛮深的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的两条 那么中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表决通过 2025年5月1日起就开始实行了 那么这个法律 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再次明确了 农村所有的田地都是集体公有的 不是你老百姓个人所有的 它是集体租给老百姓使用的 法律里面从头到尾都强调了这种属性 这在改革开放以来是从来没有过的 然后大家想想 他如果强调土地是属于集体的 或者说让你农民把土地交出来 可以说一分钱补偿 他都不会给你 因为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 你只是使用权 现在使用权到期了 都是他一句话的问题 你农民都得无条件的去服从他 而且整部法律 它是闭口不谈老百姓的命根子 就是宅基地 好你土地可以拿走 但是老百姓自己住在哪里 有没有宅基地 这个问题在整部法律里面 全部都没有提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 上下中国三千年 逆朝历代 老百姓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对不对 他自己的房子 对下面的土地是拥有所有权 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就算你中共建政之后 但是他还是承认这种宅基地的使用权 而且这种宅基地的使用权 比一般耕种的土地的使用权 它的权力还要大一些 对于老百姓来说它的掌控的力度还是强一些 但是现在可以说通偏不提这个宅基地的问题 而现在中共在出台政策逼迫农民交出宅基地 然后到城市里面去买房 可以说消化城里面的房地产的库存 然后来把你的宅基地剥夺来 然后开荒来种粮 然后开荒来种粮 基本上是一举两得 对于中共政府来说 但是对于中国的农民来说 是两个失去又失去了宅基地 然后你必须的积蓄被榨干 到城里面接受烂尾房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就面临这种被剥夺的局面 所以这部法力一出台之后 意味着农民将重返赤品的状态被剥夺的一无所有 不管是你耕种的土地 还是你的宅基地 全部都不熟于你 你无权利去掌控这个东西 这是第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事情 第二个他第十一条强调说户籍在或者是曾经在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 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第十八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因就学服役物工经商离婚丧偶服刑等原因而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 大家仔细琢磨一下这个条款到底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户籍曾经在农村里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你的户口曾经在农村的话 就算你现在在城市里面读书 在城市里面服兵役 在城市里面工作 经商 离婚 丧偶 服刑都在城市里面 但是还是可以把你的户籍划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里面去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未来城市的经济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岗位给这些人员 那么城市里面的流氓流动的人员可能会大幅度增加 这些人员如果不想回农村 他们还在城市里面流荡 可能会对城市的安全构成非常大的威胁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用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法来限制这些人员的话 可以说就是恰如其分 因为你的户籍只要曾经在农村 他都可以用农村的户口 农村的行政力量来对你进行管制 把你强制送回你原来的户籍地农村里面去 这样就会减少城市动乱的一个压力 大家想想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这次立法呢 他就从民意上是名正言顺的 对这类人员给他进行了一个归类 一旦他们在城市里面对中共未来的统治秩序造成了挑战的话 很可能就会把他们遣送回原户基地农村 农村里面管人是非常厉害的 大家记得上个世纪的大饥荒 很多人是饿死都出不了村的 村门口搞几个人拿着枪守着 然后一封堵 你就算是出了村 但是你没有介绍信 没有什么路票什么之类的 你根本就进不了城 对不对 你住宿都成问题 所以这就是习近平的 像计划经济大幅度倒退 然后像毛泽东时代那样 对全民进行户籍管制的一个先生 当然了 这个立法了 还有第三条更为深远的意义 就是说在整个农村是全面恢复了这种公有制和农村集体经济 你所谓的个人人产城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这个历史可能就要结束了 未来你农民呢 你想在地上种什么东西 或者说不种什么东西 你连这样的自由都没有 你的菜地想种什么东西 不种什么东西都由不得你说了算 可能村里面会替你统筹安排 这就是这次习近平出台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法背后的三大目的 那么这里有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说党中央特大的好消息 全面恢复和发展全民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这个基本上就是对本次立法做了一个全面的概括 说白了 就是在农村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 然后年产城包责任制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可能将成为历史 改革开放在农村正是已经终结了 全面回归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回归到毛泽东时代 这是在农村里面 而城市里面未来肯定是统购统销 实行供销设置的定向的配级 所以说这个法律的出台 就是习近平在全面恢复计划经济 恢复毛泽东时代的管制经济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很多朋友没有引起关注 那么我认为应该是包含这几层意思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也可以在我频道下面留言 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 给大家介绍一条非常靠谱的海外开银行账户的渠道 那么大家不感兴趣的可以直接跳过去 感兴趣的可以扫码进入区里面来咨询 这条渠道是和能应合作多年 而且是给数百位粉丝朋友们开了海外的账户 包括香港银行的账户 新加坡银行的账户 还有美国银行的账户 办卡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也是非常可靠 获得一个这样的海外账户 那么你往海外资产转移就非常方便了 你的财富的安全也有了保障 欢迎大家扫码入群 当然不是成心办卡的朋友就不要进来了 因为就算进来了 可能也会被请出去 谢谢大家支持 那么说到中共开倒车的问题 其实越南共产党也是在开倒车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吹越南 产业链在承接中国的转移 然后可能是下一个中国 对不对 而且在吹捧越南 说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怎么先进 迈开的步伐怎么大 但是目前来看 越南和中共一样都在快速的倒退 西方现在把产业链大规模从中国转到越南 从未来来看 可能又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越南可能就是下一个中国 下一个白眼狼 可能会被反噬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篇文章 其实写的非常之好 量子月前写的 他说越南的改革也踩急刹车了 改革开放在越南的具体叫法是革新开放 是由1986年12月月共六大上提出来的 期间已经有38年的历史 当中共国的改革开放出现倒退趋势之后 资本浪潮开始大规模的涌入越南 引起了越南经济迅猛的腾飞 特别是最近几年 每年的GDP的增长都大幅拧心于中共国 这个确实是 因为包括我自己做过节目来解说越南的改革 是迈开了非常大的步伐 而且越南的经济增长 外贸都是非常快的速度 这些年是远远的碾压中国 但是现在越南可以说也是让西方要开始警惕了 他说给外资最大的信心是越南开启了政治改革 国家制度出现了四家马车 哪四家呢 第一个是越共的总书记 这是首当其冲的第一家 第二家是越南议会的委员长 就是国会 第三家是国家主席 第四家是政府的总理 那么这就是越南的四家马车 而且这四家马车它的权力是有相互制衡的 可以说这四家马车相互制衡 对越南整个政治的格局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权力没有制约的话 就会形成极端的倾向 一旦走错了 那么可能就是后果不堪设想 像中国习近平现在权力就没有制约 那么他大幅度倒车 也没有任何人能阻挡特了 然后外资大幅度撤离 把整个经济都搞得非常衰败 可以说权力没有制衡 就会出现这种变化 但是这一国越南的政治改革 让外资对越南有了信心 因为他有四个权力相互制衡的作用 越共的中央集权就遭到了削弱 意愿化的独裁专制就开始出现了动摇 此外来越南这些年还实行官员的财产公开 淫逞贪污腐败 而且实行差额选举 很多地方实行直接选举 这种新气象让人们是充满了期待 如果越南继续沿着这种政治改革道路走下去 那么越南很有希望实现和平过渡 民主转型 成为另一个从专制国家和平转型为民主国家的成功的范例 但是就在大家对越南的改革前景非常看好的时候 倒退的拐点还是出现了 越共重新收回它放出去的权力 再次以独裁的模式统领政治和经济 特别是最近一年多 越共的总书记叫阮富仲 他通过反腐运动 就像习近平刚上台一样 也是用反腐作为利器 那么越共这个总书记阮富仲 将改革派的国家主席 议会的委员长 政府总理全部拿下了 拿下都是以反腐的名义 所以越共政治改革的四驾马车 就重新变回了十字项的一驾马车 开倒车的速度不比习近平慢 达到了迅雷不计银耳的程度 政治改革的半途而废 可以说现在是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 国际社会涌向越南投资浪潮 现在也在大幅度的收缩 驾然而止 大家看看这一年多来 越南的外贸增长 外资流入都是直线的下滑 下滑的速度非常之快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越南的改革开放走回头路呢 那么他说他认为有以下几个关键的因素 第一是越共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 与中共一样 共产集权的政治权力垄断 给越共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大 太诱人了 让庞大的利益集团的刻骨铭心念念不舍 他们也同样发现 如果迎着改革开放的路走下去 越共在未来的民主化的浪潮中 必然会失去政权 他们也想借鉴中共的模式 借用资本主义的活水来浇灌社会主义的严谨地 就是说只开放经济 不动政治 只进行经济改革 不进行政治改革 他们是在越南 现在也是在学中国 但是中国现在证明这就是条死路 你政治不改革的话 那么你的经济改革就碰到了天花板 迟早经济改革也会倒退 就像中国经济 现在大幅度的向计划经济倒退 其实是一样的 第二他说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就走错了 第一步首先应该实现军队的国家化 将越共的私家武装改造为国家的军队 这是一切政治改革的基础和根本保证 因为越共政权也是在枪杆子中诞生的 不卸掉它的枪杆子 不改变军队的党卫军的性质 一切政治改革都是空中楼阁 由于政治改革没有触及到军队 结果在经济开放中 军队政府大规模的参与经商 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端着枪杆的经商 军队就从原来的土匪变成了军阀 成为军阀的军头们呢 尝到了发财的甜头 更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 当然要坚决阻止政治改革 所以这也是越南的政治改革呀 不能继续向前进的主要原因 就是越南的军队呀 他还是属于越共的 不是属于国家的 当然呢 越共再怎么改革 他也不可能主动放弃军队的所有权 对不对 掌控权他不会放弃的 这是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这样做的事 所以关关键的问题是 现在除了越共之外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可以和他进行竞争 从这点上来说呀 越共的所谓的政治改革 从开始就是一个跛脚压 他走的方向就不是正确的 那么第三点他说了 在从农耕文明 向工业文明蜕变的过程中呢 越南缺少一位像蒋经国 金大中这类具有历史勇气 全球事业博大胸襟的领导人的引力 放眼全球呢 在现代历史中啊 凡共产极权制度啊 要实现和平转型是非常困难的 基本上都是失败的 像捷克的天文融革命 是极其罕见的特例 为什么非共产党极权的专制国家 不乏和平过渡的例子 而共产极权的和平过渡 则非常困难呢 就是原因 恐怕与共产党内部啊 制度重塑能力 已被逆淘汰机制彻底摧毁有关 他说这是一个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啊 我认为呢 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党 他要放弃他的权力是非常困难的 就算你出来非常英明的领导人 他也不可能了 自觉会放弃他手中的权力 这是人类的弱点 这是人的天性 对不对 就是贪恋权力 你包括像 你包括像蒋经国啊 当初如果不是台湾民众拼死的反抗 争取自己的民主自由的话 甚至在海外来枪杀他 不是这样事件的影响的话 蒋经国他也不可能主动放弃他手中的权力 对不对 所以民主啊 是大家争取来的 自由也是大家用血换来的 不是说哪个英明的领导人主动施舍给理的 其他所谓成功的例子啊 他的背后都是很多的民众不断的前伏后继 流血牺牲的一个结果 包括台湾 包括韩国都是这样的 你中国人 你越南人 如果自己不争取 自己不流血 指望出 指望出移民的领导人 指望呢 他们主动放弃他的枪杆子 我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啊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大家能用的会员群呢 五个月的时间不到 比如说已经有1800多人加入了会员群 里面有四个微信的会员群 同时来有一个电报会员群 还有一个WhatsApp的会员群 所以大家如果付费可以加入一个微信群 可以加入一个电报群 可以加入一个WhatsApp群 然后呢 还可以获得一本能演编的全球十大财经博主啊 最新文章的一个合集 可以说这本书的价值啊 也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你加入会员 这是免费送的 可以发到你的电子邮箱里面去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啊 可以加入能演的这些会员群 可以说里面呢 确实是金音云集 信息量非常之大 你加入进来了 可以规避未来很多投资的风险 同时获得财富保值增值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现在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再见